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倒退 更有一些人软倒在地 起了一身的小疙瘩 始终有一杆毛疯 赤红如血布满了秀记 几乎要腐朽了 但是他却森然无比 有惊天的杀意 让人颤立的气息 让人恐惧的根源都是源于他 血染的毛疯代表了毁灭于死亡 他不丰锐 没有光泽 岁月几乎将他磨灭了 但是杀意却不减 形体将消灭 而无尽森然杀机却永不消退 蕴含有让天地颤立的气息 这是绝世兄兵 一定杀过不可想象的存在 几位圣主及人物神色沉重 分别开口 死毛 一定洞窗过盖世人物的躯体 血染凶兵 留下了西年那惊天一击的无上森然杀机 时中的神女将手持绝世凶兵出事吗 当想到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颤抖了起来 无尽的恐惧笼罩心头 人们颤抖着倒退而去 南宫其平复心绪 过了很长时间才再次上前 但是可以看到他寄出的银刀在颤抖 呼的一声 突然 那把血量的银刀刚临近毛峰 便寸寸断裂成为了鸡粉 惊天的杀意将其绞碎 近乎腐朽的毛峰 到底禁染过何等存在的鲜血呢 无尽岁月过去了 还有这样让人颤力的杀意 几家大能上前 我来吧 他颠住另一把银刀 隔空滑渴 十分速速坠落 他没有触及赤血绽毛 远离那个区域 想将神与其他部分切除 不想让这把绝世凶兵过躁的处事 咔嚓一声 尸痞不断脱落 圣洁的气息弥满 柔和的光滑冲出 样出一种极其神圣与祥和的力量 一些老辈人物都惊讶 这是什么缘 银灿灿像是星辉 又像是月华 很多人都震惊了 切出来了 一个神女 果然内运有一个神女 很多人都震惊 太古的王 一定是太古的王 圣地的太上长老们都震惊了 我看你们拿什么来赌 圆树世家的弟子既恐惧又兴奋 冷笑着盯住了叶凡于李黑水 不知道这是何种缘 几乎没有人可以认出 连叶凡于南宫旗都不能明晓 他并不是多么刺目 像是由漫天星辰铸成 又像是明月的神灰聚在了一起 柔和而朦胧 他精英闪闪 分外吸引人的心神 第一时间就看到 会觉得他与众不同 绝不赐于神缘 有圣洁的力量在流转 不过 神秘的缘种并不是最吸引人的 当中的神女才是焦点 万中瞩目 所有目光都焦距在此 石园内先是出现惊叫声 而后又死一般的宁静 随后又是海啸般的嘈杂声 所有人都被惊住了 见证奇迹的这一刻 没有人能够平静 时钟切出神女来 宛如天方夜谭 充现了十几万年前的传闻 在如月花会成的 精英原始中 有一张吹弹欲破的俏脸 非常的详尽 仿若在鼠水一动不动 紫色的发丝柔顺 而又光亮 挡住了半张鲜眼 但难掩其精湿美貌 她的皮肤分外的精英与白皙 像是羊之欲刻成 不似是血肉之躯 给人以很梦幻的感觉 让人以为 这是上天的杰作 而非血肉生成 所有人都惊呆了 确定这不是幻觉 真的切出来了神女 如星辰锤炼成的奇异园中 散发出的神圣力量 冲淡了血色毛风的杀气 让人感觉到一种舒态的契机 这是真的吗 我怎么感觉如此的虚幻 一个鲜活的少女 一个太古的王 绝对是太古的王 因为在那个时代 与人族一模一样的生灵几乎没有 但有者必是王族 众人注意到 这张绝世鲜眼年纪不会很大 甚至看起来还有些稚嫩 不会超过十六七岁 是她手持绝世绽毛 击杀过不可想象的无上存在吗 一旦想到这个问题 众人心中就是一哆嗦 少女看似祥和安静 但不一定是她的真实年龄 与状态 也许会是绝代的王 人群中 击家的小月亮 与白衣小尼谷用力的抓住神残 这个金色的小精灵紧张兮兮的 激烈挣扎向要冲过去 几家大能心肩如铁 并未有丝毫波动 手中银刀隔空华客 十分飞舞 不断的坠落 几乎在片刻间 她就将原石切出了少半 神女的少半身子 若隐若现 她身穿金色的沙衣 机体如象牙一般洁白 几家大能 一直在回归那杆绝世凶兵 没有去刻血色的毛风 周围的石料 不让她过早的出事 最后 大块的原石几乎都被切出来了 唯有少女的左半边身子未显露 那里有血色的绽毛 咔嚓一声 几家大能到底还是出手了石块崩落 不断的坠地 将绝世毛风切出大半 红的一声 惊天的沙衣 像是潮水在祈福 在场的人如坠炼狱中 近乎腐朽的绽毛露出一截耗 很多人都承受不住了 像是有气吞山河的绝世魔主出事 这是一种源于灵魂的威慑 浩浩荡荡 仿佛正从九天九游 同时汹涌而来 这一声 不少人忍受不住 沙衣侵入骨头中 瘫倒在地上 内心恐惧到极点 大喊大叫了出来 绝世凶兵 行可朽 但沙衣不灭 诸多修士颤抖着恐惧着 倒退而去 许多老辈人物都发毛 喊毛倒数 快退 快退 叮得一声 银刀清明 机家大能运刀如飞 不断地斩落石皮 将血毛周围的石皮切除 即将彻底浮现 这时 人们敏锐地觉察到了 不对劲 秀极斑驳的战毛 似乎不是被少女 吃在手中 不对 完全不对 这似乎不是神女的兵器 太古的王似乎 被绝世凶兵洞穿了 人们吃惊地 发现了这个事实 看起来很像少女 青毛 但是绝非如此 古毛似是穿胸尔骨 叮住了他 啪叉一声 最后一声清响 数百斤石块全部坠落 血迹台蕴藏的奇珍 显化了出来 这是一块 接近两米高的奇缘 他悬在板空中 并不沉准 拥有神缘一样的特性 且圣洁的力量在流动 他内部封有一个紫发少女 拥有绝世线炎 一动不动 看似在熟水 但是所有人都发出了一声叹息 一把绝世神毛穿过奇缘 露出了一节毛风 叮嘱了少女 洞穿了他的心脏部位 任谁也没有想到 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一个太古的王 被人这样击杀了 实在让人感觉震惊 太古的王到底有多么强大 人们难以知晓 有人猜测 开与大地并落 天上地下无敌 时间太久远 纵然是诸圣帝 也不可能与太古的种族大战 因为中间格局了一个时代 有一片真空气 他们的实力究竟如何 到底达到何等害人听闻的程度 没有人能够说清 也无法回归太古时代去考证 可让天地蝉立的太古的王 到底为何被动传 天上地下无敌的存在 为什么会被爵士兄兵钉死了 连赤龙道人 大夏黄叔这样的人物都正正出神 很是吃惊 众人心中惊骇 远远的观望 不然无法忍受那种杀意 毛风森然射人 压迫而来 每一个人都给予福道在地